由屯区艺文中心举办的屯区艺文学堂 去年才正式开班 但因为邀请到色铅币书法与国画等项目的名区来授课 广受民众欢迎 也吸引了不少艺文中心的志工报名参加 而为了展现学院们的年度成果 这天举办了全国展 共有110件作品 欢迎大家踊跃欣赏 不论是细腻又栩栩如生的人像描绘 还是典雅并充满意境的书法国画 作品全都出自于屯区艺文学堂研习班的成员之手 当中一名学员庄敏耀 创作出的彩莫作品《灵获幽期》 更获得今年苗栗美展优选 可说是相当不简单 灵获幽期是画那个燕赛府的 这个好像是土石流球下的树木那个生态 被破坏了 你看原则其实动物都破坏 所以这样展现那个比例 所以社会要我们的环境要保护这样子 用水墨而已 技术上要老师指导 要突破到哪个意境 要不要做得比较准这样子 那看着看着看了一两年以后 觉得心有点冻的 志工在台上与大家分享着 参与研习班的心路历程 这个由屯区艺文中心去年才开办的 屯医学堂研习班 虽然成立时间不长 但因为师资阵容坚强 清理了许多民众报名 不少志工更因为经常要执行展馆 能够更多机会细细欣赏画作 也逐渐对艺术产生兴趣 例如志工廖秀卒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当志工以后就是欣赏这些画 然后心动了 手也仰了就开始来学习画 其实刚开始学的时候 都很怕人家来按门铃 或者是那个电话 因为我们的动作很慢 那个水彩很乖就干了 然后就一条线 那我就会一条线了 所以那时候学这个很紧张 现在的话觉得可以了 可以画蓝天白云 其实可以你彩绘你的空间 你的人生会多彩 那个非常多彩多姿 这次共展出书法 彩末 种子调试 与拼布的110件作品 将在囤区艺文中心 展出到12月9号为止 欢迎各界一同来欣赏 学员们丰富的创作成果 记者林轩 台中藤部导